哈囉,大家好,我是Sylent 很高興跟大家再次見面 現在我所在的地方是桃園市中心 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改善痘痘肌 在開始之前,我希望如果對我視頻有興趣的 可以幫我點擊一下訂閱 最優先可以看到我分享的保養跟保健的知識 在開始了解如何改善痘痘肌之前 我們必須先了解痘痘是怎麼形成的 首先你的皮膚開始產生過度的油脂分泌 那油脂分泌太多去產生阻塞在毛囊裡面 最後它產生發炎,然後進而促使作倉感菌的產生 所以就會發濃 那要改善這個問題呢 首先你必須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個,你的作息必須正常 不要再熬夜,不要再加班了 第二個,飲食的部分也要正常 不要吃太多精緻食物 油啦,鹽啦,或者是糖啦 特別是糖分,不要吃太多 因為大家要知道糖分吃太多 會產生不好的荷爾蒙分泌 然後酒精也不要喝太多 第三個,清潔保養部分要做到位 特別是清潔的部分 你一定要使用弱酸性的清潔用品 不要做過度的清潔 讓你的皮脂膜過度的清潔掉 然後產生過度的油脂保護 那我們現在呢 特別推薦這個newskin的 淨膚抗痘調理系列 它有包含清潔,平衡跟滋氧 清潔的部分 它是弱酸性的 弱酸性的清潔,包含水洋酸 第二個,平衡的部分 它也是包含水洋酸 第三個,包含日間跟夜間的調理 精華液,它也包含水洋酸 特別的適合我們痘痘肌的人來使用 特別推薦給大家 如果對產品有特別的問題 這是我的聯絡方式 都可以寫信或者是直接來問我 我會很熱心的回答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今天我們分享到這裡